Twice这个月14、15日在美国洛杉矶举行安可巡演 城外首组登上美国体育场开唱的韩国女团 出道7年还开设个人IC让WISE们超开心 不过他们前天返回韩国后进行PCR筛解 成员子于纳莲、某某确诊新冠肺炎 而今天又传出Mina染染疫让大家超级担心 Twice经纪公司JYP娱乐23日发出声明表示 Mina已经做过两次PCR都是阴性 但她今天出现喉咙痛的症状 自己在做一次快筛竟然变成阳性 目前隔离休息中 经纪公司说Twice成员抵达美国机场时PCR踩阴 在美国停留期间每天都会快筛 离开美国的PCR也是阴性 但返韩后子于和Momo出现咳嗽症状 那连感到疲惫无力 返韩后的PCR阳性确诊 三人都已经打了三剂疫苗 根据当地政府的指示隔离中 而昨天被证实确诊的子于 为了让粉丝放心 火速更新了IG 拆出在美国的出游照 被粉丝视为报平安 照片中她画上淡妆 写下Loftster is yummy 吸引了大批粉丝留言 按赞数更是突破200万人 根据TVBS新闻报导 子于妈妈在受访时表示 难免会担心 不过子于有打电话回来报平安 表示没有发烧 只是喉咙痒痒的而已 相信一切都会没问题的 只希望成员们快快康复 想吃多少龙虾粉 都愿意买给你们吃啊